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最不容易的事情 看起来最不容易 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人生的转类关键时刻 不要太小看柯文哲 我一直讲说不要小看柯文哲 以前他绿绿的绿的 绿绿的绿的 出来选市長 大家说 这个人要出来选市長 怎么选到 结果最高票当选 你不要看选川总 我告诉你 大家好好把眼睛睁大一点 柯文哲 柯文哲是关键时刻到来 郭台铭才要开始 那我们要来一个挺郭大联盟 好吧 我们来 各位同学 来 我们来一个挺郭大联盟 请你们在下方留言 请你们在下方留言 老师要成立一个挺郭大联盟 请跟着老师的脚步走 可以吗 谢谢大家 台湾的命运要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台湾是怎么样 既不和平 又没经济 然后呢 又不繁荣 然后每天就是黑腔泛滥 制毒 贩毒 要不然就是诈骗 成绩何时 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翻转这个世代了好不好 你要活下去的每一天 我们都要翻转这个世代 请大家跟随老师脚步来继续看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合作的可能性吗 来 柯文哲18日呢 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抱不平指出 国民党最大问题就是答案公布了 才开始讲比赛规则 这里是笑死人尖叫 你不知道 拔盘叫又尖叫 你听有吗 小编那个尖叫 小编下的尖叫 拔盘叫拔盘叫 拔盘叫就是作弊 至于接下来是否要和郭董合作 柯文哲则表示 先让郭台铭冷静一两天再说 对 让他冷静一两天 他现在心情一定很难平复 我们都很难平复 郭粉都很难平复了 更何况是他自己呢 对不对 郭台铭也七十几岁了 我们体谅他一下 让他休息个一两天吧 那我觉得柯文哲是有机会的 好吧 我们呢 现在有多少人要气喉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把你们的选票每一张都顾好 不要随便盖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副手人选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 17日或党内中央委员会 通过提名呢 确定代表民众党角逐 2024总统大选 并由秘书长呢 周台族会后呢 转述消息针对副手人选 是否已经确定 周台族表示 副手人选正在向天下政策 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才 不只是郭台铭 只要优秀人才理念相同 都可以合作 我觉得这个很好 广征人才 来 小编们 如果你们有喜欢这个柯文哲的话 也可以去参加民众党哦 呼吁一下 来 我们再看一下 关键第三势例 曾是柯文哲贴身的木鸟 目前担任政治评论员的张艺山 张艺山认为呢 一旦民众党 赡养费的赡才对 一旦民众党在立委呢 有大有斩获 柯文哲可以标榜国会栏率不过半 完成民众党成为关键第三势力的目标 不只可在立法院争取副院长 甚至可以夹执政党组联合内阁 希望柯文哲能够翻转这个恶势力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他有机会翻转台湾的命运 那我们台湾百姓就有救了 真的 我们百姓就有机会了 否则台湾没有降下去的一个本钱 真的悲哀啊 我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唉 我叹气你们都知道我心情有多复杂 来 扩大版图 我们打的是一场不一样的选战 谈到民众党面对2024 柯文哲一位贴身幕僚私下给出一个注解 相较于蓝绿争取胜选呢 柯文哲与民众党所追求的 除了要延续自己与政党的政治生命 还要夹缝中扩大既有的势力版图 希望他能够扩大 希望他能够扩大成功 郭台铭董事长呢 如果来寻求跟他合作的话 我相信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点 郭台铭才有开始 不一定会输喔 我们继续看吧 他用30天 30几天的时间呢 翻转了整个呢 他的民调 7个民调赢了5个 5个赢了侯友宜 居然还有人先宣布 侯友宜出马竞选总统 然后再讲他们的游戏规则 简直是笑死人 笑掉人家大牙 假牙都掉光光 气死了 你们在下方留言吧 会与郭台铭合作 黄国昌呢 如果郭台铭落败是否会合作 柯文哲反问要合作什么 他自己把话都堵死了 不会啦 他说如果没有成功要支持佛友宜 说说啦听听啦好不好 人家都背叛你了啦 对不对 是白人先背骨啦 不是你背骨啦 人家背叛你啦 对不对 郭董啊 人家背叛你啦 背叛在先啦 七份民调五份 你引人家居然拿那个最烂的民调给你看啦 你相信他们啦 就背叛你嘛 就把你当猴耍嘛 因此呢 他还是决定好好做事情就好 直言国民党实在是胡搞瞎搞 那我建议黄国昌 你也不要搞那个什么什么时代 什么时代力量是吧 你赶快去赶快 跟这个柯文哲合在一起吧 党不要那么多啦 真的啦 能够做事 比较重要 黄国昌也是个战将也是非常好 我们平常先讲 黄国昌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希望他能够好好想一想 为自己的这个 这个时代力量现在人也不多了 对不对 那干脆两党整合就好了嘛 对不对 也不无可能嘛 不是这样子吗 民众 时代力量这样也很好啊 民众时代力量也很好不是吗 民众的新时代力量好不好 我帮你取个名字 民众新时代力量 赞 来 大家说好的话帮我在下方留言 来 柯文哲会跟郭台铭合作吗 希望 我们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合作 好 至少 至少不会贪污 至少会好好做事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国会会有新的不同的面貌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会有不同的面向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有和平有繁荣 至少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 还可以平安的健康的活下去 不用每天烦恼 每人身上要一支枪 海边全部布满了地雷 随时都会被炸弹炸到 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真的 希望 希望我们每一个百姓的手中的这张选票 不管你多年轻多老 把你手中这一张选票握紧一点 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我们来成立一个景郭大联盟 来 选举即将到来 人家先背叛你啊 郭台铭先生啊 对不对 哪有说 把侯友一拱出来 再来讲 笑死人好不好 真的没看过 再来讲那游戏规则 把假的给你看 这次总统大选 立云早早起跑 对手人选现在才全部拍板定案 柯文哲叉选2024总统 民众党强调 对柯文哲个人魅力有信心 相信在便利会会有很大的优势 他去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呢 他也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美国 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呢 跟那些高层见面的时候 也都在问 你选总统态度 当然这些人 要选总统态度当然很重要 但是理念更重要 理念对的话 我相信呢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接受 理念要对 真正对百姓 我们要有贡献 不要又再做当政客 真的不要再当政客 受够了 我们真的受够了 来 君子之争 民众党17日正式提名柯文哲参选 让蓝绿白的总统人选就位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现 期待选举是良性竞争 希望对手有三项体认使命 良性现在已经开始被打了 那个侯友宜 人家成立了部队 开始打他了 闹跑市长了 今天我就看到新闻了 你们呢 良性啊 会吗 打仗会有良性的吗 子弹不长眼睛的 我告诉各位 来 首要是确保主权和民主 自由民主 柯文哲也发文 恭喜何友宜 更放上两人合照 喊话要来一场君子之争 不必啦 来 各私本事 把你的最大本事拿出来吧 对不对 如果能够挨打你就挨打 如果不能挨打你就阵亡吧 就这样子啊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对不对 你不知道吗 民进党最厉害的是什么 发动攻势啊 现在 这些大军都成立了 我今天看到新闻 我就吓一大跳 昨天才确定侯友宜 今天呢 打侯部队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认为呢 你们认为呢 把你们手中每一张选票都握紧一点 不要忘记了 要翻转这个世代 如果再不翻转这个世代 台湾没救了 来我们继续看 这三方大战是这样子 那蓝白绿的阵营呢 总统人选确定了以后呢 到底呢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我想呢 让郭台铭先生呢 好好先思考一下 第一个人家先背叛你 我再继续讲一次 人家先背叛你 不是你背叛人家 所以你没有 不需要背负背叛的罪名 不需要 我们来一个挺郭大联盟 哪有游戏规则 你把侯友宜选出来以后 再跟人家讲游戏规则 你不要笑掉人家大牙 笑掉人家假牙 笑掉人家的大门牙 真的气死人了 看到这样真的是 我今天去跟几个政治人物聊一聊 中午我实在吃不下饭 我就找他们聊一聊 他们说 实在没看过这样的一个选举方式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国民党的主席要换人做了 真的 那我建议呢 那个谁啊 连战的儿子啊 现在当副主席是吧 连胜文啊 连胜文可以出来啊 连胜文你可以出来当主席啊 啊 真的啊 恐怕会好一点 啊 但是小心一点啊 你们家太有钱了 人家要看上你的钱啊 哼 小心一点啊 真的啊 人家看上你的钱啊 郭台铭先生就是人家看上他的钱 然后就骗骗骗骗骗骗 一路骗到现在 唉 谢谢大家 把你们选票握好一点 大家好好冷静思考 我虽然很气嘛 但是呢我还是 希望台湾会更好 我们来一个挺郭大联盟 大家支持老师一下好不好 谢谢大家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不要忘记了 挺郭大联盟的那个会 什么时候会开始 我也做直播告诉大家 希望海内外都一起支持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